今天的規則是64強打Ball 1的單逃賽 這樣的話會讓進度更快進行下去 今天一樣我會取冠亞軍打一個Ball 3 最後會公布前四強的牌組 如果說前八強有比較有趣的牌 像上次的影衣歌草機 那我就會PO在我的YT底下資訊欄 或者是巴哈姆特的置頂區 歡迎大家去操牌 好那今天的觀戰重點 這邊有我們上次的冠軍RJ 這邊的話我們是播B防 B防的話有蠻多的生面孔 都是上次第四屆沒有進來的人 好那今天的話我們就來看這個本質大量發生中 上次的冠軍是雷龍牌組 蠻好奇今天RJ會拿出什麼樣的牌組 有可能會換魔舊嗎 好的那我們這邊觀賽第一把 是由這個本質大量發生中對上KW 喔唷 居然是霍普耶 好那霍普牌組呢 強在他只要能訂出一個世界超量怪 就可以快速的做出很強的陣 有我們這個No.99 獸裝還有No.38 好那這邊的話應該會先做一個ZS希望賢者 把兩個素材特招 如果直接做這隻的話是害怕賢者被拿去除外 或者是被發效果 因為賢者如果你做出來發效果被灰流 那是有點危險 OK上疊我們的ZN 發動魔法卡的話可以直接上疊我們的No.99 好那這個No.99呢會有兩個素材 防著可以防閃電風暴 細節有做到 那警戒呢會跳一個獸裝 也是他在 欸他想要直接做最大隻了 No.86 但他這邊還缺一隻戰士組 OK他這邊發動了 反掌的效果 復活一隻戰士組 女生霍普 好 86疊 但是大家要記得喔 欸他做錯了 他叫出No.75的時候呢 沒有吸他那個素材 所以等一下我們的No.86是三素材 哇這邊蠻可惜的 因為這邊沒有按到 欸這個魔法卡的效果是 但是他如果 如果你有叫出一個No.的話 他可以變成素材 嗯沒有吸到 那這樣的話三個素材的話 不會受到卡片效果影響 然後不會被戰破跟攻擊3000 小弱一點 所以等等還是乖乖定一個38 然後看對面怎麼動 蠻可惜的 因為這個牌算天火 好當然這套牌最害怕的問題就是 很非常害怕隕石 遇到隕石真的是無解 但如果說你要掛箭子加隕石的話 還會變非常可 哈哈哈哈 哎呀 非常好 對這邊做一個 漂亮的陣型 封鎖對面的一個效果 泥睡魔獸 好的 接著對手進場的話 會變手被表示 接著呢 效果會無效化 其實 這個也是蠻痛苦的 大家一起睡 OK 做錯沒關係 但是有妥協症 漂亮 好 這邊打出一個元素網路 元素網路呢 可以從牌組裡面發動元素相關的魔法卡 接著呢 會跳出No.1234 現在要看一下有沒有壞獸 但如果進場會直接轉手的話 可能要直接做link了 因為link怪不會受到這個效果影響 他想要直接calsnm1嗎 可是calsnm1出來的話 會被無效耶 因為他進場會轉手 神功的話也不錯 神功或者是 冥神 冥神也可以 神功 如果calsnm1的傷害的話 是7000喔 因為他是除外場上所有牌 然後如果成功回到 檯面上 而且元素網路還在的話 那就是扣 數量乘以1000 所以是123是567 7 7隻 所以如果你看到calsnm1要回來的時候 你把場地炸掉了 那會直接save 或者是 元素網路把魔法卡送牧的瞬間 你把他炸掉 那他一樣會失敗 喔喔完蛋 他要中技了嗎 兄弟小心啊 你叫那隻 快睡著啊 好 那再來講一下這個 元素網路的誓約 他的效果呢就是 只能再特造一次 這個的視覺 最多再額外做一次效果 所以他沒有辦法再 進行特招了 所以現在這四隻呢 回合結束會直接離開 就沒了 那現在看一下本子的 場攻來到了 五千一 六千一 欸不過calsnm1還在 OK OK 那 凝睡魔秀呢 會直接擺一個素材 所以他可以再無效一次 真的是蠻煩的 而且他留一個素材之後呢 他可以上疊天庭號 下一層又可以做一個 蠻不錯的阻擋 剛剛要做什麼 剛剛可能直接做 令和3的 要塞會比較好一點 攻擊四千 或許霍普呢 他沒辦法過那隻 你就要賭這個 而且本子如果說 他在對手回合做No.38的話 感覺元素網路就直接下去了 因為他連這個都拍不了 好 OK 先看 看一下他叫什麼 No.38 如果說你要在對手回合叫的話 你可以選擇用這個 發動開關確認 打開ON 你就會有很多10點 最佳10點就是準備進主要的那個10點 反正系統會問你說 你有事嗎 有任何東西要執行嗎 然後就說有 好 那本子發動一個魔法卡是 將一張牌送回牌組 接著呢可以拿我們的 ZWA本 然後還有ZS的卡片 以及這個升階魔法 蠻多可以選的 進戰階看一下長攻 然後我們看一下最低攻擊力兩千一 接著呢是來到了 阿可惜 因為你發動這個效果之後呢 只有這隻可以直擊 好 那現階段的話 魔獸還在場 但我記得他也要躺著他會有效果對不對 手被表示的時候存在 那就可以發動這個效果 好 那現在疊個天庭號 好 當對手想要進攻的時候呢 就可以做相對應的事情 好 那現在KW呢 必須要抽到一隻壞獸 那會有機會贏 用壞獸直接解掉我們的天庭號 然後進戰階解 因為你解放對手的怪是沒有十點的 對手不能對應 熔岩魔神也可以 那又看一下KW的血 他有三千血的話可以用自爆的方式來躲 然後最後面他只要能做出一個 攻擊八千的怪撞 這一隻No.75就贏了 但是No.75有個效果是 把一個素材 怪獸效果改為抽一張 雙方抽一 但他沒有素材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他這隻躺著會比較好 因為這一隻可能會變成一個伏筆 他輸的一個伏筆 OK 雙龍卷 兩張雙龍卷那會被吸 他把自己炸掉 這什麼操作 那現在 本子的 本子會思考 他好像是故意的 所以他沒有選擇做 這裡可能要理解一下他是不是要騙東西 但如果他拍第二張場地的時候會被吸走 那可能就輸了 本子可以吸了可以吸了 這是一個很好的時機點 這是一個很好的時機點 好 Sake OK 那輪到本子的回合 那應該是直接帶走了 所以這把的細節就是在 叫出No.75的時候呢 記得墓地的魔法卡那張 這個要記得發 他會問你是跟不是 OK 攻擊本子 進到我們的三十二牆 好 緊接著來看一下下一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迷你泰坦 希望皇的牌組 如果說你沒有放手坑的話 那其實沒有到很貴 他貴在額外 像是未來龍皇 或者是你要玩No.86的走 或者是我們剛看到的魔獸 然後還有No.99 這些都是UR No.38也是 OK 來到了黃金青 對上我們的Mini Titan 戴鴨犬6 現在看到一個很可怕的祭波 嗯 如果這個祭波有 王弘的赤命啊 這些做輔助的話 那真的會很麻煩 好 召喚限制 對手只能選擇 雙方只能做 這個一到兩次的特招 然後再開個祭波 現在看一下有沒有二叔封 如果沒有的話 可能會直接輸 OK 這邊魔救的話是 通常都會翻五張牌去找東西 找岩石族做特招 但首先召喚限制就夠反了 外加一個祭波 好 但這邊發動了一個七六張 兩張送目 現在輪到黃金青的回合 好 但他沒有抽到 召喚黃金青的一些 Key卡 所以有機會 泰坦可以用 低攻的怪拔A死 好 這邊右手 還是沒有東西 但有可能那張會是紅藥 或者是防禦力1800的這個 罵也說不定 進戰節 完蛋是殭屍 殭屍攻擊來到了1800 所以他很難過去啊 好 進戰節 前面護衛 OK 好 又輪到泰坦的回合了 目前看下來 他只有兩張怪可以過他 就是這一隻跟另外一個 爆裂模式的 欸 不是爆裂模式的 有一張很像猿人的那張 但我忘了名字 OK 喔 這邊魔鳥的屁股好大 守備力2100 好 又輪到泰坦的回合 我們這邊可以稍微加速一下 沒關係 稍微加速一下 好 交出了一個馬 那現在的話輪到了泰坦的回合 OK 蓋了兩張 沒辦法做事啊 有技波要怎麼做事 好 交出了一個獅戒 因為他是解放的效果 所以可以直接跳那個 跳我們的不死獅戒 那拍出這個 如果說有情雄割據的話 那會變很麻煩 好 來了 就是這隻 攻擊力1900 魔鳥唯一的希望 這隻只要能活著 一路A到底 那還有機會 那還有機會 OK 這邊選擇不打 完蛋 但是他可以通招隕石 完蛋啦 他終於抽到羅主刃啦 這邊發到木械指名者 直接帶走羅主刃 然後這邊會是一個宿命的效果 可以將羅主刃從墓地救回來 算是一個Counter技 算是一個Counter技 這是主刃躲技 那個墓穴指名者一個很好的方式 好 王牌誕生了 進戰節 OK 喔 這邊發生一個效果 卡片被戰破的時候送墓 全場破壞 那還不好說欸 哎呀 這個效果通常 因為魔鳥是眼牌 比較少用到 他這個是拿來當特招點的 還有機會 但怎麼主刃又有四張後台了 怎麼會這樣 OK 送對面一個壞獸 開始 運轉 好 如果這邊灰獸的話 對方的馬就會變成一個白板 沒辦法詐異 有騙到喔 很漂亮 發動效果 直撲一半生命值 特招 好 吐氣效果 繼續特招 好 接著 太膽要想辦法騙對面的後台 那如果馬出來的話 現在比較麻煩的會是 群雄歌劇 或者是 御前四合 好 獸姬出來 那看有沒有跳那個 我們的 換獸姬 換獸姬是跳這隻 然後等一下會做一個Link 3 然後升Token 他這邊選擇做了一個 車車 好 現在場攻的話 兩隻怪 場上還有協調 跳舞的話可能是遠龍星 可以出魔救的奇蹟 然後這邊會繼續翻五張 看能不能再出一些岩石竹 然後做特招 然後做特招 剛那張是神軒嘛 這張的話是未知數 但如果是氣波的話 應該很早就開了 好 來到魔救的回合 翻五張 這裡必須要翻到岩石竹 可以選其中一隻做手背的方式特招 然後接著放在牌底下 OK 選其中一隻做手背的方式特招 然後接著放在牌底下 好 那繼續 霸動魔救的效果 再翻五張 再翻五張 OK 翻到積木龍耶 但是星數不對 對 小藍的話剛好中誰 只有中本家 沒中 他中其他隻了 OK 魔救奇蹟第二隻 然後緊接著再發動一樣的效果 再翻五張 好 繼續 OK 第一張 兩張灰流 天哪 有出來岩石竹可以 兩隻岩石竹 這邊可以選擇擋效果的 或者是這隻也可以 這張是彈手的 有翻到的話可以彈手 恭喜我們的迷台坦 最後是靠了大藍獸逆轉了 幾個對黃心青的劣勢 天哪 好 沒想到1900的大藍獸這麼有料 直接帶走對手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把 這局看完應該可能看第三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夜影S 雖然他不幸輸了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他用什麼牌 大家冷靜 大家冷靜 這個比賽交流房嘛 OK 閃刀機 來對上鐵獸 但是他的坑有點多 哇 這邊比較可惜的是 部障和煉裝融合 居然同時上手 然後甚至他這邊發動這個的話 被對方賺兩張牌這樣 超級虧 兩張卡片 做個風閃 嗯? 嗯? 風閃 風閃 理論上這邊出水閃 可以撿東西 因為 目前不是戰劫嗎 但沒有關係 那這邊鐵獸最強的開局來了 人馬怪 只要有辦法做到事情的話 就很賺 而這邊鐵獸的話 則是比較可惜 因為他這邊 支付代價選4 想跳兇鳥被無效 但是鐵獸還有一個code 還叫鐵獸的抗戰 可以將除外區跟墓地的鐵獸復活 再進行特招 特招完之後呢 再做link 所以可以重複回收資源 然後再發生物效果 非常的強大 好 做link單 跳銀彈 銀彈跳完的話 可以做匈鳥 或者做鐵獸魚者都可以 對 他只能開怪獸格 然後 而外區的話不能戰 但是這邊選擇出了隕石 糟糕 特招點超過的 鐵獸算是 在對手回合 在對手回合也會被開隕石的一張牌 因為你可能會 1 2 3 4 然後記得跳一個匈鳥 然後被開隕石 好 但是這顆隕石好像有點大顆耶 8400 所以前台只要死掉的話 這個眼神會不會打死人 好 站起來了 出兩狗 可以跳一個匈鳥 除外之後直接帶走 跳十二獸 做龍槍 我可以做單擊 所以不管打不打都一樣 OK 進戰街 8400帶走 恭喜MAKK 這邊十二鐵獲勝了 好的 所以剛剛的 有些比較特別的點就是 像是黃蜂炮我覺得可以留在比較後期的時候都使用 就可能剛剛通招01 然後做水閃是最佳級的 OK 那這邊我們第一輪 先告一段落 我們可以再看一把 來 現在大家都是我的後宮 四季村 我滿喜歡喝的 五十藍 好 那我們就看最後一把 四季村 拖椰針 差好喝 好 這邊是龍灰橋對上 欸 這一套比較罕見的是我們月光系列 好 月光的話可以拿一個獸戰士族上手 然後這邊通招 看能不能抓出一些融合相關的東西 那看一下明文的手牌 有一些的龍灰橋玩家會掛 我們的這個MAX龍 因為面對一些牌組的話 只要他過不了四千攻 那其實很難解 OK 喔 這一套的話會是混R加BF的 最後的終端有機會做出一個槍管龍 很強 只要沒有被斷都很強 那現在看一下明文要不要交出他的珠光 因為他必須要把天使族送墓 可是萬一他這樣做的話 等一下就沒有支援了 OK 完蛋 三色康 無限做出來好像就 沒什麼機會了欸 這裡只要能出一個槍管龍 遊戲就沒了 兩個三色康 OK IP IP的話再 喔 賺了IP 哇 這邊再挑一個不會被笑破的雙重騎士 太可怕了 好 那這邊的話做出了一個 比較罕見沒看過怪的 看起來是對手特招的時候可以拔一個素材 然後讓他轉手 理側手臂 通招 那這邊會發效果 這一隻算是龍灰橋最關鍵的一個點 所以這隻要先處理掉 那先來珠光發效果 丟一隻 然後神物的話可以買一個四星的白怪 然後再發效果 再拿一個可能是變天也行 喔 這邊的話則是來到龍灰橋 最後的回合了嗎 跳出一個大 大哥 好 那現在這個大哥呢 守備力士林 完蛋 完蛋 這蠻危險的 再特招變守備 哇 那這樣的話他沒辦法做出 淑女 連一個2600的打點都沒有 所以大家要注意他的敘述裡面沒有一回而一次 所以很麻煩 這隻 OK 月光的話只要把對方的資源換光 那基本上就獲勝了 OK 喔 這邊還可以做出一個銀鏡公主 然後銀鏡發效果 排數裡面買一個 然後炸掉的話 上手 他一個人可以做三件事 非常強力的一張單卡 他同時也是一張現役的怪 然後印象中 如果你揮銀鏡公主的話 他的二三效都還會啟動 所以如果真要選的話 泡影 或者是效分會最好 哇 再做一個成功 完全不給任何機會啊 他要慢慢把對面磨死欸 喔唷 這第一次看到特效 哇 我抽了這麼多隻這個月光舞刺子機 完全沒有看過他的特效 進戰階 好 記得喔 我們MAX龍呢 是 手臂力0 再炸一張 再進行一次攻擊 好 恭喜四季春 這邊用了我們的 黑主流 很罕見的一套牌子 很酷 先攻做出了兩檔 首先是我們的電子龍五線 外加一張黑怪可以鎖特招的 OK 那我們這邊 32強 64強是告一段落了 OK 恭喜鏡子的朋友 然後緊接著的話 會來到我們的32強 那等一下會換房間 然後我們的觀察ID 會在我們的標題 如果想要看RP的朋友 可以進來這邊看 寶哥可以抄這套嗎 我可以問他 願不願意給 那我們這邊會先換房間 然後換到另外一房 OK 看起來是 SPYRAL 我的天哪 對手這套是龍令和嗎 我也是沒怎麼看過 OK 蓋3 哇 這後台這麼硬 要怎麼過 好 先發動效果 紅風炮 Token 令和1 跳火閃 火閃效果解目的的紅風炮 可以回收一個資源 好 再跳一張 做令和2 好 這裡先做一張牌來拆後台 反而神軒被選到了 好會選喔 OK 這樣子幾乎是沒有虧到東西 好 簡易龍和 跳一隻 跳娜技 好 娜技結束完之後做link3 發效果的話可以彈一張牌 又是解後台 我的天 而且這樣博士不是現衣嗎 他居然上手 好 跳出我們link2 攻擊的效果 目擊效果 跑車 跑車 跑車效果 然後 有沒有機械複製術 沒有用阿 限衣阿 時代不同的聶寶 跳大姐 大姐效果 抓陷阱 link 好 跳連馬魚子嗎 跳一個神功 神功的話比較穩 就可以消耗對手的資源 哇 獸物效果再剪兩張喔 欸 這套以前演完的話 真的很可怕欸 好 而且博士效果他沒有限制一回一次 這是最可怕的事情 所以他的順序只要對的話 如果以前有三隻那真的是 無限做事 只要你的格子夠多 有兩格就可以做事 哇 再跳一個雷馬魚者 OK 炸一炸二 場攻來到了三千五千三 八千三 再跳一個兩千馬的怪 炸一 炸二 新戰傑 很順利的帶走 我覺得這場的一個亮點是 他做出鳳凰來解神軒 因為或許 如果說沒有黃鴻炮第一手被神軒斷的話 那可能沒有後續的故事演 真的蠻可怕的 好強 真的好強 然後再跳一個與黃鴻炮 所以 我